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爆爆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俗称的自媒体 我是俗称小果 今天我们来说说 寿命短的人身上两处是圆的 如果你也是,一定要重视起来 在平面区回复寿命 我们医生每天加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平面区交流 关于寿命的那些事 一,肚子滚圆 到了一定年纪 很多人都会有花红的迹象 肚子变得滚圆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啤酒肚 肚子滚圆 说明腹部脂肪堆积很多 这样肚子里的器官也被大量脂肪包裹 就算体重是达标的 如果肚子还是滚圆的话 那么可能身体存在一些与肥胖相关的基地 比如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慢性基地 俗话说肥胖乃百分之源 自然和长寿无缘 而中心性肥胖最可怕的危害呢 在于会导致各种慢性疾病的发生 比如癌症、脂肪肝、心脏病、糖尿病 二,脑袋肥源 脑袋肥源的人往往都少不了脖子粗 给人感觉就是肥头大脖子粗 这样的人如果不注意也往往很难长寿 多个研究发现脑袋肥源脖子粗的人血脂异常的可能性更大 更容易得高血压、心脏病和脑溢血等多种疾病 想长寿就要避免救疗源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方平面就留言 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平面就相聊 关于寿命的那些事 感谢观看